8月24日,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污染水排放入海 受此影响,韩国盐价大涨,民众举国囤盐 中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抢购食用盐的现象 8月25日,记者在查看生鲜电商平台时发现 多个平台的低纳盐、五点盐等显示缺货、捕获中或预售状态 而记者在上海农工商麦德龙、大润发等潮市同样看到 购买食用盐的市民明显增多 记者了解到,这些超市的部分调物料货架 却有出现食用盐受空的情况 不过,工作人员已陆续从仓库调货不贵 8月25日下午,记者在上海农工商超市无心路店看到 在售食用盐的货架均货源充足 同时超市方还统筹拉来两箱食用盐备货 该超市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目前超市备货充足,呼吁市民没有必要盲目吞盐 对此,中国盐业协会会长王小青表示 对韩国民众囤盐的做法不建议效仿 请社会各界理性消费不要盲目抢购